地主阶级思想,在华人社会根深抵固,尤其是最近20年,房地产价格暴升,遇上经济危机或是今次肺炎疫情,也没有出现恐慌性抛售,更令人确信楼市会指声不跌,情况就如同香港已经封关,楼市缺乏外来购买力,但仍然维持有买有买的情况。 随着本港疫情回落,终有一天会重新通关,最坏情况过去,就算大家对香港前景有争议,当外来购买力慢慢回归,楼价又会再现上升局面。 这个剧本,相信会在住宅市场继续上演,违在商业地产却是另一个故事。 首先从供应角度看,住宅市场的业主肯分散,商业地产货源却集中得多,夹下全部掌握在几大地产商手中。 一些未把业务上市的地产富豪则持有规模达几百亿元的商铺,以及拆散的甲级至月级写字楼。 因此在大部分时间里,商业地产市场都维持平稳,当预想超级大牛市。 例如2003年后的自由行或是近几年写字楼获中之机构垂清,租金和楼价表现飞升,资产亦自然增值。 这套打法,首要有一代人获得财富暴增的机会,方能有条件收集大量物业到了第二代手中。 由于坐在那里就有钱收,生活太舒服,不可能再去投资地产以外的业务,包括新科技,股票之旅,都不会是其主要目标。 更有甚者,地主会敌视外来或新来者,因为他们将构成竞争。 所以当内地资金来港想购买大量土地,一般来说除非愿意付出超高日价,否则有兴趣放售的地主不多。 而就算能够成功买入。 因为日价太高,在一个周期旅多数没有钱可赚,只要参考过去五年的商铺,传动商下,办公室与独立屋成交情况,便会知道是有入没出。 对于租客,其实地主并不希望租客变得有钱,甚至乎希望他们越穷越好。 最好除了自己以外,所有人都变成租户,而且收入刚刚好足够付出租金。 这样租客便长期为业主提供养分,形成人生依附关系,永生永世为业主效力,达到最完美的局面。 疫情期间白业萧条,看得街上有很多空谱。 连政府也开康呼吁业主减租。 从实际效果来说,如果愿意减租,出租率肯定会改善。 然而现在甚至连中环的甲级写字流空置率也达到百分之五。 由此可见,响应政府号召调节租金,令出租率改善的行为不多,背后原因在于地主本身不是生产,而是跟股票坐桩一样。 要缺是团地,上文曾谈到地主会敌是外来者,故情况可分为两类。 当租金下跌,空置率上升之时,首先挨不住的是过度杠杆的地主,需要被逼出售持有的物业而有充足准备。 资金充裕的地主,最多是挨空租期,或是承受小幅度减租支付,但就可以获得团积更多土地的机会。 因此,即使处于调整期,除非面对的是小业主,他就会因应市场调整租金,倾度较便宜的租金,或是有机会以价买到便宜货。 这无关道德批判,毕竟大地主的心态,本来就只想赚尽一分一毫。 谢谢大家。